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16日 生活当中啊 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非常正常 既要听左也要听右 既要听A也要听B 俗话讲的是 兼听则明 偏听则安 所以说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一条 另一种声音 也就是 多米尼 这个CEO 他的公司的负责人 这个对这个 密西根州啊 选情出现问题的原因 他发出了他自己的声音了 给大家看看啊 这是网上的这个 这个截图 这个会议呢 是在这个密西根 州参议院 监督委员会会上 他讲到什么呢 讲到外界现在普遍议论了 说这个 美国总统大选的 投票系统之一的 道明尼被指控有缺陷 蓄意干涉选举 选举结果 那么15号 今天16号 昨天在密西根参议会 参与监督 委员会 会上 这个负责人 否认指控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不要再抹黑了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讲了道理 他说呢 根据这篇新闻 是根据底特律 这个新闻报 发表的啊 这个密西根州的 安特里姆菊 这个地方的名字啊 人选票 计算失误 原本呢 拜登约3200张的票 在该菊领先 修正错误之后呢 约3700张票 在该菊胜出了 密西根州 使用了Domini系统 于是成为 大家指责的目标啊 说他这里造假 干涉选举啊 这个事儿大了 以前这个Domino的领导人 从来没露面 其实这是第一次啊 公开站出来 辩护 他怎么说的 他说这些啊 毫无根据 相关报告也充满偏见 目前公司员工 与家庭 都受到了生命威胁 这个人叫普罗斯 他说 安德里姆菊 选票有误 是因为选举人员 未按标准程式工作 也就是操作员 这个操作的时候啊 不规范 并不是说 他本身有什么问题啊 他指出 选举人员 应该在10月 就调整好 这台机器的系统 要把他这个 制表的功能啊 调出来 并且更新 所有制表的记忆卡 但这些城市 并未完成 于是呢 操作员呢 就 只好进行补救 好让选票 被正常计算 普罗斯强调 说是 这个 如果城市操作员 没进行补救 系统就不会 让选举人员 上传记忆卡的资料 选票就不可能出现错误 那么现在就是说 一个叫联合安全行动小组的组织 进入发布公告 声称呢 这个群的选票 错误率特别高 是因为 Dominion系统 刻意干预选取 你像这个议论 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 纷纷的有消息讲 Dominion叫中共控制 或者多米尼加 或者是这个古巴 又是俄罗斯等等 那么他就讲 他说 这个 该组织表示 系统有特殊的演算法 会让特定选举人的选票 加全计算 直到选举超过 选票超过 另一位候选人 普罗斯对此回应 调整排名的特殊演算法 不可能被启动 技术上来说 根本无法 即时确认 所有选票的数位 也没有办法翻转 密西根州采用了纸张选票 透过手工验票 就能证明 Dominion系统有没有问题 目前 密西根州政府也打算进行手工验票 现在就是说 他这样讲 那样讲 莫衷一世 怎么办 干脆要手工手工手算了 对其他 称Dominion来自维内利拉 并接受古巴的资金 或中国有牵连的指控 普罗斯强调说 这都不是事实 他说 事实是我们的公司 来自于多伦多 创办于我家的地下室 这更有意思 这看来说不定还是我的邻居 可惜我不认识 尽管他这样讲 但是人家还不相信 还会有一些争议 你看今天 另一条消息 这个 也就是12月14号 说是这个选举人团 已经做了投票了 川普呢 总统及其团队 在关键的法律战 能再进行 一名记者啊 曾经要求 这福尔里达州的州长啊 这个承认 就是这个民主党人 拜登获胜 当选总统 但是被拒绝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福尔里达 另有想法 他说 这不是由我来做的 福尔里达州州长 叫罗恩 这个 德桑 第四 星期二 他告诉记者 我想说的是 虽然我们在福尔里达州 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对选举团票 进行了投票 该发生的事 就会发生 但我可以告诉你 我认为很多人 支持总统的人 之所以有挫折感 有些人四年来 都没有接受他 这位共和党州长说了 他说 我的意思是 希拉里 克林顿 在大选前最后一周 曾经说 普京偷走了上次大学 桑德 这个德桑蒂斯认为 这才是让人感到沮丧的地方 因此大学将何去何从 他是这个观点 而在几个月前的八月份 这个希拉里告诉记者 拜登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应该认输 因为 我认为 这次将会拖下去 这个德桑蒂斯周二 告诉这个采访的记者 他川普和他支持者 相信拜登 窃死了大学 我认为 这确实是一件大事 即将发生 德桑蒂斯说 国会 一些共和党的人员提出 他们将在密西根州 宾夕瓦尼沙州 乔治亚州 还有亚里斯拉州 等关键州 争夺选举人团的投票 这些诸多共和党人 他们表示 他们的选举人票 将投给川普和彭斯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 让川普的法律自占的道路 称统 你看他是这样一种观点 那么这篇文章 最后冷然指责 这个 倒民的投票机 他说 川普总统 指责 密西根州 安德利姆线 22台投票机 蓄意 这个被故意 编了错误的编程 从而产生更多的错误 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极其制造商 多米尼系统 极其CEO 刚才讲到这位 在会上 选另一种说法 你说到底相信谁 这是一篇文章 那么大家 听到这些就知道了吗 同一个世界 你看 有这样讲 有那样讲 你说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办 再看看美国总统川普竞选团队的律师 叫 就美女律师 上次也是传说他 这个人 染了新冠军病毒 看来没有 叫Edith 他在科罗拉多州 科罗拉多州 举行了诚信听证会 敦促州立法者 对于这个 该州投票系统 和各些使用的多米尼投票系统的违规行为展开调查 那当然这个内容我不想去讲了 我要讲什么呢 我要提一个建议 很简单的 我要讲的就是什么 关于这个极其 现在你看 各种说法都有 他这样讲 他呢 怎么办 我建议 网上不是有一个传闻吗 说是 这个美国的国防部 川普派了军人 到这个法兰克福 已经把那个伺服器搅和了 把那个搅和拿回来 我就行了 拿回来 把里面数据提电出来 请专家搞一个文本 最好是通俗一点 让我们这样电脑忙也能看懂 美国更多的老百姓 你一看就明白 到底这个机器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看今天我一看 把我搞糊涂了 说是背后是中国操控 又是委内里兰 又是古巴 又是俄罗斯 你看人家这个西欧 今天站出来 证明人家不怕 对不对 要不可能到这个地方 公开场合讲 那怎么能证明 别人撒谎呢 或者说怎么能证明 就是川普的律师 指责舞弊是证实的 这个事 唯一的就是拿出物证来 尽快的 把那个法兰克福 那个机器拿来 拿来以后 先从一点着手 先拿出一件 实实在在 那当然了 上一次讲 乔治亚州那个 现场录像 对不对 在这个大礼堂里面 体育馆里面 有四个人造假 在这个大箱子底下 这个桌底掏出个大箱子 里面有这个选条 把另外这个机票员 骗走之后 他们开始机票 这个肯定行了 这是板上钉钉的 先把这个 这个 由这个司法部啊 这个把这当事人找来 问讯可以吧 对不对 叫传唤 是不是啊 然后问他 你那个选票是哪里来的 他肯定讲了 这是哪里来的 张三给我 再去找张三律师 你拿来的 就选票 是真票还是假票 如果是假的 那么从哪里印刷送来的 都是随送的 物流是什么渠道 这不一下就挖出来了吗 就很简单的事啊 对不对 但这事好像给我感觉到 现在未知都没有进行 反倒每天都在这听证 一会这样讲 一会那样讲 讲到最后 你想时间已经不多了 一月六号不就 这个国会就要最后的认证了 这次已经是第三步了 是不是啊 前天是第二步啊 是吧 选举团人投票了 所以说本人认为啊 这个事得抓紧进行 好像给我感觉 没找到切入点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